中国积极发展AI产业 力凭突破美国政府 射出的一道道防线 像是蚂蚁集团就喊出 AI first 加速布局AI领域 也是因为国家这样的鼓励 我们这样的互联网人 这样的科技人才更有信心 将AI技术能够跟国家的行业 跟国家的大事去结合 中国的AI路可能又有新阻碍 因为路透社报导 美国商会说拜登政府 将公布新的对中国出口管制措施 新规定可能将多达200家 中国晶片公司列入贸易限制名单 禁止大多数美国供应商 对这些公司运送商品 最快在感恩节假期前就会公布 无视中国官方隔空抗议 这份美国商会的信件 还提到限制向中国出口HBM 高频宽器议题晶片的另一套新规定 将在12月公布 这一个进口管制 纯粹的就是宣誓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因为过去的将近四年期间 美国的管制已经非常严密了 而拜登政府这样做的一个目的 希望能够在他所谓政权交接之前 然后留下很多的一些火坑 或者是烂摊字交给川普 谎人勋受访强调全球科技合作 不会因为政策而停止 只不过随着拜登政府再对中国出招 川普上任后又将如何处理 这场美中晶片战 牵动全球科技业敏感神经 三例新闻 陈世雄 伊丽亭综合报道